歡迎收看WT好 我是莎莎 說到日本 最近大家最夯的就是 而且每次櫻花季呢 你最好就是前半年 你就要先訂好機票跟飯店 要不然你要等到 前一個月訂的話 一定都沒有了 所以接下來呢 告訴大家 日本到底哪裡嗓音漂亮 因為很多人覺得嗓音 上網查一下 日本好像東京很漂亮 大阪很漂亮 鋼森林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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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地方都很漂亮 但是到底哪裡漂亮 今天剛剛好 幫大家做一個總整理 然後除了有我們新住民之外呢 還有我們的日本專家們 跟大家好好介紹 到底哪裡的櫻花最美最好喔 現在還有我們的來賓 謝忻 嗨 大家好 謝忻 謝忻老師 大家好 我是沈 阿翰哥 你好 哈囉 貝哥 大家好 我是貝哥 阿翰哥 你好 我叫我阿翰 對 好 哈囉 我們的新住民 嗨 你好 每次只要看到阿翰 你們會不會就是有一種 很想叫他模仿很多口音的 對 因為他什麼口音都會 是不是 沒有吧 沒那麼厲害吧 你現在在學日本人 我是一個利便人 工程先生 我現在現在住在台灣 你好 所以你要回去看櫻花啦 很想回去看 聽說你前陣子 好像有留學越南是不是 有啊 我就是 我住在越南的時候 我想看櫻花 所以我就... 我在越南的時候 就想要買那個櫻花樹來種 結果他就死掉了 因為太熱了 我們越南看櫻花 而且聽說 越南現在好像很夯 很夯韓國 對啊 你也是有稍微攝掠一點 韓國 那你可以邊跳邊... 那你不是有喝過 斯里蘭卡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茶嗎 他也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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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待會兒呢 也會跟大家好好 稍微介紹一下 那一開始呢 先請我們來賓 好好介紹 到底最近日本有什麼厲害的 你覺得一定要推薦的嗎 好可愛 這個有很便宜 那看起來很貴耶 其實它歷史很悠久 它是平成31年到現在 平成31年 對 就是可能數十年以上 對 然後這一顆大概才幾十塊台幣 那麼便宜 幾十塊 然後你買到之後呢 它就會有一個這個不同的屏風 每年都不太一樣 是藥妝店那些都買得到嗎 藥妝店 或一些 便利商店 觀光客的地方都會有 對 然後擺到明年的過年的時候 這一顆肥皂就可以拿去洗 把去年洗掉 對 然後呢 然後到明年的時候 再擺上新的那一顆上面 而且這個送的人也很霸氣耶 對 然後你就覺得 你看我送你一個肥皂好高級 很高級耶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去日本大家也可以去買一個 這個水 這是一個 然後就是你也可以帶回來台灣 它都很簡單 那個喝了會怎麼樣 就是會很香 就是讓你感受到 有花的感覺啊 覺得自己是花仙子 對啊 然後你就直接把它 倒在一瓶水上面就好了 好可愛喔 好髒喔 好髒喔 然後呢 就很髒喔 這個顏色太可愛了 然後它全部都是玫瑰花去 好可愛喔 我跟妳講 瓶子就用粉紅色的蓋子 真的 指甲油也用粉紅色這樣拿在路上 一定會被打 然後就可以喝了 很香 就淡淡的香味 好好喝 這很像一些 比如說不喜歡喝水的人會喝 就是加一點味道的水 這個就很像那個 對 很夢幻耶 很夢幻對不對 我覺得就算是你不能出國 嗓音什麼 覺得在家裡喝一杯這個 看著外面的天空也是 你也是會破淚 對 還是覺得很感受 為什麼別人都會出去 這個好喝耶 對啊 就淡淡的花香這樣子 我剛好從一個城市回來 是現場沒有住在這個地方 我剛從那個拖藥 從富山 富山縣這個地方回來 那講到櫻花呢 就想跟大家推薦一下 這櫻花的地方 來 這個請高老師 在當地很著名的城市 叫富山城 那因為富山城層邊 就有非常多的這個櫻花 然後呢 你看 好美喔 當它櫻花滿開的時候 而且它很棒的是 因為它還可以搭乘 他們所謂的觀光船 然後去坐這個所謂 船30分鐘的一個導覽 再美 最美的時候呢 日文有一句話呢 叫做花吹雪 叫做花吹雪 什麼叫吹雪 吹雪 這個叫做吹雪 好美喔 非常非常的美 非常非常浪漫 所以一次要多少錢 會很貴嗎 我記得好像是日幣 大概一千兩百塊錢 那OK 我覺得價錢還滿少 而且它你在坐船的時候 它不是說 只是坐在這個地方看而已 它是會有個專業的 一個很像導遊 然後在船上 會幫你做講解 對 這也是 然後你看看 重點是 不是只有白天可以上 晚上 好大聲耶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但是我覺得啊 大家都把這個 就是把春天焦點 都放在這個櫻花上面 對 我想給大家一個 不一樣的一種感覺 誰說四月份 就是春天到了日本 一定要賞櫻花呢 來 請看一下 真香 這是什麼 這是玉金香 這是河南 對 不是耶 這是在日本 因為在顧山縣 有一個城市叫做利波市 它有一個叫做 這個 在這個城市裡面的話 不誇張 它種得滿滿 大概超過有 三千萬隻的玉金香 在那邊 櫻花會有所謂的花期 你有時候可能 特別安排這個 半店也安排這個飛機 結果到去到地方之後呢 因為這個季節沒有 就是時間沒有發掃 因為太短 才一個禮拜 對 像今年什麼暖冬 暖冬 然後結果櫻花 就提早開 看不到櫻花 玉金香反而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它的花期 大概長達有半個月的時間 對 在每一年四月 第三個禮拜開始 再來 反差更大 這個人耶 有去過大家都知道雪牆 真的喔 就是黑布麗山 對 很巧的是它只有在春天的季節 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怎麼樣呢 在山下 它就是一個春天的感覺 你到了山頂上的時候 它是冬天的樣貌 對 雪的大骨 這個真的很值得去看 對 這是在北路 布山這個地方 非常經典的一個景點 然後它利用這種 所謂的除雪車 把剛剛所看到那張圖片 那整個雪的大骨 我們會給打造出來 然後你看 這是它那個山脈的一個部分 好美喔 非常漂亮 那為了要去進行這個行程的話呢 它要透過六種的不同的交通 太辛苦了吧 非常棒 所以要先從哪裡開始吧 常常大家講這種 黑布麗山 跟麗山黑布 到底哪裡是正確 這不是同一個嗎 對 但是其實 黑布麗山跟麗山黑布 最大的不同 是因為它的 起氣點不一樣 如果你是從麗山出發 到它的三則結束 這個時候叫 你如果從三則回到麗山 叫做黑布麗山 所以兩個都對 其實都是對的 只是你的起氣點的方向不同 接下來換我們的新宿名 好不好 沖繩 沖繩以前是琉球玩過 那個時候長寶的遺跡還滿多 而且都是... 它也是就是被認定 就是世界遺跡 對 這個世界遺跡就已經 就只是在看了 但是呢 櫻花的時候特別美 你看 這個好像就太好了 這個櫻花 這樣很漂亮吧 對 這樣子 好美喔 對啊 好美 就是天氣好的時候 在那邊就上上步 就非常有特別的經驗 就是晚上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其實沖繩的櫻花 跟日本的櫻花不太一樣 因為日本是集業櫻嘛 對 它沖繩是比較桃紅色的 叫韓肥鷹 它其實台灣講就是 三櫻花 這台灣也有 對 其實台灣也有 對 其實台灣也有 其實沖繩的櫻花季 不是3月 4月 5月 它是在 每年1月底到2月初的時候 所以已經沒有 所以不要4月的時候跑過去 到時候是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對 其實比較早 對 全日本最早開櫻花的地方 就是沖繩 沖繩 所以這點就已經是 一季伴的好不好 好 我們繼續看一下 最有名就是我們 三大肉園其中一個是 有 很美 很美 對 因為葫芦園的櫻花 是大概這樣子 那旁邊有可以看到 它是只有白一點點的 對 白一點的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剛剛這樣也是很靠近 裡面可以進去 可以參觀 對 還有往上的話 就變這樣子 對 它這樣有 葫芦園的櫻花 全都是白白的那個 董什麼的 可是我要補充 那個後樂園真的很漂亮 除了櫻花之外 它還有幾千顆楓樹在那邊 對 一整眼望去 就是一望無際的那個平原 超美的 你怎麼拍都漂亮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看工程 工程有什麼好玩的呢 這樣子 螢幕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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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浪漫 對 這個是廠高裡面的樣子耶 這個很漂亮 很漂亮 很美 然後如果要做這個螢幕圈的話 螢幕圈 只有五百日幣 所以我覺得很平衡 對 很美耶 真的 感覺一眼望去 是滿滿的 不像是窗繩 只有一點點那樣 那接下來繼續看看 到底還有哪裡的 也非常的厲害呢 看看星系的話呢 它說的是一千顆嘛 對 我們星系縣 昨日監演公園 有兩千顆的螢幕圈 兩千顆喔 而且這個顏色也不太一樣 對 那頂數目多少 因為兩千顆也很亮 帶一點白裡透紅的感覺 對 然後晚上還會打上燈光 所以 照兩千顆 這個工藝園的螢幕圈 而且這個工藝園是 從幼稚園到國小 來遠之的地方 所以 然後國中有螢幕圈 一邊螢幕圈 對 一邊螢幕圈 對 一邊螢幕圈 對 這個螢幕圈 對 對 而且它螢幕圈 而且它螢幕圈 是草莓牛奶的顏色 對 很浪漫的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工藝真的是 很多 充滿的 小時候的回憶 好 那接下來到明谷屋看看 明谷屋有什麼漂亮的櫻花嗎 第一名 全日本第一名 這個 是愛知縣 演唱室的五條窗 那邊的櫻花 對 很漂亮吧 這裡哪裡厲害 就是櫻花樹的數量 這邊有 四千顆的櫻花 四千 兩個加起來 還沒有那麼多 真的 沒有 沒有辦法怎麼辦 對啊 等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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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邊是被選為就是 在日本響音最佳 這個景點的百姿衣 對 好 所以這個 不只人家有四千顆 還有上排行榜 這麼厲害喔 好 接下來看看東京的話呢 我要推薦 在晚上的時候會點點 更漂亮 漂亮 妳有看到眼睛珍珠淡嗎 漂亮 漂亮 太漂亮了 她是本來就這麼紅嗎 還是燈光的關係 燈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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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美喔 所以在 別的地方看不到那麼漂亮的 真的耶 她剛邊講還沒有隔壁兩個 對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有去過的 對 這邊就是旁邊 旁邊又有汽車旅館 所以就 什麼啦 就直接去了 好了 謝謝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一個 私密熊本的花呢 一心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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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優的櫻花 對 不好意思 我今天準備的照片是很小的 對 但是妳知道 那個一棵樹 櫻花樹 因為那個樹太大 一定要遠遠拍的 拍得到啊 很大很大 對啊 你們知道她幾歲嗎 四百年 對 她看起來還年輕嘛 對啊 對 然後她好厲害的事情是 她的樹幹 那七公尺嘛 七公尺 很大很大 很像石墓那種 千年好妖那種 對 然後就樹枝延伸 就是二十公尺多 超大的一個樹 對 然後就旁邊有 你看黃金色的 有什麼 有菜花 好美喔 天氣好的說 黃色 粉紅色 天光 非常美 非常美 對 我覺得 一顆好像就夠了 對 剛剛剛剛不夠於一千 兩千 四千好像沒那麼在乎 對啊 好 那接下來大阪的話呢 三圓地點 合在一起 好美喔 就一圈 這樣子 連日本專家都驚嘆 在地人推薦私房景點 對 如果你是很喜歡 上場照片 到IG 對 這什麼東西啊 大概通常會有 一個月的花期 它比較矮是不是 去過一百次 怎麼都可以發生這些地方 剛剛那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四名的 三圓地點 合在一起 我給你介紹 我愛大阪 真的 這個是一個荷 它的走案是 兩條 那個造地產 三百五十顆 對 銀智光 四千八百 而且它旁邊有很多餐廳 可以直接在那邊吃飯 你說 邊掌音 然後邊吃飯 對 因為它就是會配合那個 造地局的那個賞音 而且造地局要賞音的話 你真的要做好時間 因為它 所以那我怎麼知道它什麼時候是 你就要隨時關注它的那個 官方網站 你一定要去 就只有這個以外 你都幫我進去 所以就是你要看人品啊 而且它大阪城 也有那個護城河 也有那個船可以 周邊全部都是滿滿的櫻花 然後我有去一個超高的餐廳 在大阪城的正對面 它好像有四十幾人 我忘記它的名字了 在一個某一個 對 然後你就在上面 它每一個面 都是朝大阪城看的 那如果你去選到 是那個櫻花季的話 你在上面吃飯 你就不用上去人擠人 就可以看到整個大阪城的櫻花 好累 就一圈這樣子 剛剛的這個河是這邊對不對 對 第二名的大阪城 在這裡 很近 而且大阪城 三千顆 哇 全部加起來八千多顆 哇 而且大家看 這個是很大阪室內的中心點 所以你們住大阪的話 應該是美點或者南波 比較多對不對 對 那邊是 美點跟南波 都是兩公里的區域 那很方便 就可以慢慢走也可以到 但是奇怪 你們都花多少時間 去數數有幾顆啊 你們在種的時候 就有邊數了 紙片羊什麼都有吃 對 那沖繩有幾顆呢 三百顆之類的嗎 三百顆之類的嗎 對 全沖繩三百顆嘛 雖然不是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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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但是我這個名號可大 它可是日本東北地區的 三大櫻花景點之一喔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檜木內川底 它在秋田縣的腳管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圖片 它就是櫻花開滿的 河道兩條吧 河道旁 對啊 這好像有一幅畫 對 大家就覺得 去那邊好像畫一樣 像走路畫中裡面 那其實那邊我覺得 最好的地方就是 剛剛大家有講說 不想要 謝忻 我說不要人擠了嘛 那邊人也是滿多的 可是因為它這個河 河道很寬很大 所以草地也很大 所以呢 所以很多人都會在那邊野餐 野餐店鋪了很多個 還是覺得很空曠 所以很愜意 對 而且日本在櫻花季的時候 都會有什麼 櫻花季店 對 所以那邊就會有那種屋台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 買個啤酒 買個串燒 然後你也不用自己 準備野餐的便當 就直接坐在那邊 就可以開始野餐了 很方便 很方便 對啊 那重點是 這些都是還是比較有名的經典 那我推薦一個 它一樣是寬木內穿梯 但是它是在那個寬木內穿梯 附近的一個山上 它叫做 那其實很 我知道我想好像 連日本也很少人知道 因為我去的時候 幾乎沒有什麼人 大概就剛剛 就梁亭旁邊這幾個人而已 那麼少 對 因為它必須要爬一點山 要走一點路 可是我覺得 美好的景色其實需要一點代價的 你才能夠享受更悠閒更漂亮的風景 沒錯 我覺得它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好 真的 我覺得其實整個日本 好像到了三四月開始 就是滿滿的櫻花 對 遍布整個日本 關不膩 那剛剛大家都稍微看一下 每個地方對不對 然後現在請每一位新住民 把你們剛剛覺得最美的地方 把它拿出來 這些地方讓大家看看 你最喜歡的是哪裡的櫻花 哪一個景色你最喜歡呢 太多了 那個沖繩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好 太多了 太多了 不要小段沖繩了 哪裡是你覺得最美 最喜歡的 很值得去 必去的 請公布 熊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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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這個 你換人是不是 請熊蚊 就是我剛剛聽大家介紹 我覺得看到熊蚊 覺得特別感動 就是覺得說就是 隔壁的就是一堆樹嘛 就是都是櫻花樹 但是看到熊蚊有那麼大顆 我覺得心裡面覺得說 比較有那種壯觀 比較有同伴的那個 像去東京 我那時候去東京的時候 全部都是人 都是同伴 對 同伴 都是人 我想去熊蚊就看一看 去瞧一瞧 是 謝謝你喔 好 那Sam老師你覺得是大阪 那我比較實際 因為你可能去日本 不可能去一天嘛 所以呢 大阪有很多不同的點 可以分每一天去看 那最主要大家出去觀光旅遊 一定要出去玩嘛 所以最基本的就是前面有那個 他有那個刀頓絕江嘛 那邊就可以去逛 有難波 有千日前 然後也可以去大家 現在日本很夯的環球運程 然後即使你都不懂得旅遊的人 去大阪絕對不會迷路 因為那邊太好找了 對 那整個規劃起來 我覺得是我去過那麼多次 我覺得大阪我會覺得 去每一次都還是覺得很好玩 深得你心 就還是很好玩就對了 那剛剛大家都是介紹一些 你們著名的景點嘛 那你們有什麼私房景點 是要推薦給大家的呢 媽媽 東京的大國城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櫻花 對 植櫻花 它怎麼在地上啊 它就生長在地上植櫻花 對 那它的生長時間會比較長嗎 會 大概通常會有一個月 它比較矮是不是 它是長在 就在草木上 那它跟櫻花季開花的時間 也一樣嗎 差不多一樣 但是當然是按照地形部 對 幾月開啊 大概四月 然後甚至有地方 五月還看得到 對 所以如果妳其實很喜歡 上場的照片到 IG啊 Facebook的 另外一邊要注意 哪裡趕快 好 好 轉慢速的牙齊 我們來看一下有一個影片 好 哇 超級的耶 對 我現在變得到的美音 是不是在千葉 這起吧 對 在千葉 這個是幾月啊 五月 五月啊 十月 四五月了 十月 剛剛今天真的去過一百次 怎麼都沒發現這些地方 我們在那個東京的旁邊 千葉線 好 千葉線 千葉線 所以我覺得交通不太方便 那個寫從東京站到JR的遊子普將 他有在做巴士到東京打國中 大概一千六百六十十塊日幣 整合台幣大概六百多塊 當時風景很漂亮 其實這對於台灣人來說 應該沒有太難 對啦 他坐巴士嘛 到一個站 然後再換巴士就到了 對 而且很多人可能不敢坐巴士 但沒關係 你就稍微問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看那個Google Map 而且其實我 好 因為錢都是瓜哥出用 好 瓜哥你沒管 好好 好 所以去東京也要 可以去一下德國車 也是非常的漂亮 好的 我對今天是大阪市的陪邊 最點是 我出現的地方那個 萬博紀念公園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 就1970年的萬博的 那邊有自然文化公園 還有那個日本景園 那邊有桑蔭 那邊有 九種五千五百個的櫻花 對 然後 你不知道有沒有那個 太陽子彈 我知道這個地方 對 那邊有 對 然後這個公園是一周五公里的 很大的公園 一大圈 裡面有 飯店 你說公園裡面嗎 對 真的公園的裡面 很方便 對 而且最近開一個商場 叫那個Expo City 一個很大的購物店 我推薦你們去那邊的時候 請不要吃早餐 對 是因為那個餐廳裡面有 前九只有三個國家才有的 肯德基吃豆腐的餐廳 吃豆腐 好吃 肯德基吃豆腐 是的 這麼開心 他想吃 好吃德基 他會吃炸雞嗎 為什麼這麼很美 是 所以那個炸雞 有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嗎 炸雞當然有對不對 對 還有 因為一直都吃炸雞很膩了對不對 炸雞還有 好厲害 咖哩飯 炸雞 甜點 對 還有酒精 酒精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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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個人都打起來 對 大概 好像一間就要百多 日幣嗎 大概幾個 但是兩個小時 日幣 日幣 對 對 三餐都吃那個 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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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 餐廳 對啊 那也不看 太乾了 怎麼去呢 對 怎麼去呢 那個地方是好像台北的天母的樣子 從大阪室內做決運 大概十五分 先到那個 千里中央站 那個打散那個北大阪 那邊那個基心 對 然後 然後換插兩個 捷運站就到 然後這個捷運站是 正在那個公園裡面 寄出來就到了 對 然後 那個捷運站對面是那個 板級飯店 可以耶 可以 講到肚子好餓 對啊 好 那接下來 新戲的話呢 長谷是 全天會開一盲 好漂亮的牡丹花 好漂亮 有薩白薩都有 好漂亮 好漂亮 然後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 什麼 好恐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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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戴著眼睛會亮紅色 對 好恐怖喔 非常恐怖喔 好恐怖喔 好可愛 沒事 我們來看他有什麼冤屈 我們去看影片就知道了 我們來看看 我覺得這個褲子 我們白天的照片 白天是在 所以那個寺廟裡面的小肚子 對 好可愛喔 小肚子有加分啦 但是那一隻大狗是 所以那個是褲子蠻可愛的 白天還可愛啦 晚上晚上有 褲子都沒有 可是因為有很多草的關係 有養的褲子 然後就大概有140隻 沒有 沒有 就是他們的工作室 兔子到晚上就會亮紅眼睛 對 晚上會現在 很褲子 就開始把褲子蠻褲子 變褲子蠻褲子 酷酷的 好 張力蚊捲 對 做一個這樣子 對 因為對 對 這邊中間有痕 這感覺很古老耶 這是彩色照片嗎 對 沒錯 好恐怖喔 阿爾托姐的關係 四月一號到五月六號 只有一個月 很多很多 阿爾托姐也跟我們一樣嗎 阿爾托姐是五月五號 對 還有有一個橋下面有 虛圓的地方 就是EMMA 對...虛圓的地方 有一個兇本兇的型 還有愛心 還有鯉魚的鯉魚機 所以就鯉魚的 好可愛喔 有 這麼漂亮是免費的 對... 對 這可以泡澆的地方都有 對 這個很不錯 對 真的好美的地方 我覺得可以一早去 反正你在車上可以補個棉 你到底可以開始玩了 對 很不錯 好 那沖繩的話呢 沖繩的伊江島 有沒有聽過 伊江島 沖繩一部有那個小島 叫做伊江島 那邊每年三月的時候呢 有著百合祭 百合花祭 就是伊江的百合花祭 就是那邊有那個 一百萬的百合 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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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 是一萬多 一百萬 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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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這樣寫 所以就沒有說錯 很棒 對,就是這個樣子 對 一百萬的... 百合 對... 超級多耶 對 你們就很少機會 有就看到那個 一百萬的那個... 百合花 就盛開的地方 那它是不是也是日本最早的 百合花祭 沒錯 對,日本最早的 就... 關鍵一點就是一雞瓣 對,就是一雞瓣 但是我知道 台灣人呢 就光看這百合 可能是他們不會滿足 因為台灣人是愛吃的名字 沒錯 對,他們是愛吃的名字 因為伊江島當然有 那邊就旁邊有做湯飯 就賣那邊當地的那個... 一些... 用當地材料 那是百合花的冰淇淋嗎 其實不是 其實用當地的那個... 牛奶之類的嘛 就是用的冰淇淋 有海鹽冰淇淋 對... 還有伊江島的那個... 辣酒 就是沖上的一個辣酒 就是我們叫做島辣酒 就是酒 酒的一種 就是用... 來做做的那個天婦羅 這個也是還滿好吃 其實還很特別 還有人跟你們補充一下 有沒有什麼... 有 給大家介紹 在富山縣的富山市 它的道路 滿滿的都是櫻花所 哇 你們要去哪多少地方啊 這邊跟你看不到的 全部都是櫻花 合國自家茶道 日本幸福迎春步驟 哇 好吃 超好吃 超好吃 它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這個是櫻花祭的聖定 風味很快 超好吃 通常的櫻花棒不棒 棒 現在網路上非常紅的一個地方 它被...它被譽為... 不是譽為 是被票選為 全日本最漂亮的星巴克 對... 是吧 大家都要星巴克 日本人喔 他說... 對... 在富山 在富山縣的富山市 而且它很方便 因為你只要從這個富山車站 一走出來之後 你連車都不用搭 利用步行的方法就可以到 就可以到了 大概十分鐘 而且你十分鐘的步行過程 完全不會覺得無聊 因為它的... 它的道路 滿滿的都是櫻花所 這個櫻花道都可以來到 全日本最漂亮的這個 星巴克咖啡 那這個池 它剛好就是在一個 人工的一個運河旁邊 而且它是一個清水公園 這個公園的這個河川 大到怎麼樣 是連郵輪都可以開進來的 湖川 對不對 然後它的星巴克 就蓋在這個... 等於是在岸邊 旁邊種了滿滿的幾葉櫻 然後它旁邊有一座非常漂亮 一座橋 叫做所謂的 它感覺很像倫敦大橋一樣 對 然後 你看好 對... 這邊全部桌面 這邊你看不到的 全部都是櫻花 超美 對 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憑什麼這樣 然後呢 它們每一 就是除了這個櫻花祭蝶之外 在每一年 比較特定的一些地方 譬如說可能像聖誕節 什麼的都好 它旁邊所有的建築物 包括剛剛講到的天門橋 太漂亮了 所以要特別跟它講 下面看到這座橋 上面剛好有一條紅線 有 所以很多人 像那種情侶 他們就會站到橋的各一邊 為什麼呢 代表 因為這一條紅線的關係 其實能夠把這兩個人的緣分 給牽在一起 到底要賺單身女性多少錢 真的 我覺得日本真的很過分 非常配件的一個櫻花 真的 但是這些東西就是 還是一直吸引著我們 因為真的是太美了 一定要去 好 那剛才都是說景點嘛 那台灣人這麼注重吃 有沒有什麼是在櫻花祭 必吃的東西呢 對 我最近沒有回去日本 所以沒辦法幫大家賣 只是和狗子 所以今天我 謝謝 好厲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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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因為哲田他是甜點汁 所以他做蛋糕 好 先開刀 有嗎 好開心 來 謝謝 他甜點真的很好吃 最大的是哪一個 好 我試過哲田先生的蛋糕店 超級好吃的 真的 你這個和狗子怎麼這麼好吃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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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老實說我每次去日本 只要看到和狗子 我就會頭有點暈 因為很甜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可能只能吃一小狗 但這個 剛剛好 所以這個就是 你們在春天的時候 都會吃的和狗子 好好吃喔 然後衣服你們都會穿 像這樣子的浴衣嗎 就是茶會的話一定要穿 一定要穿 那你這一套是 是有特別的來過對不對 就是 因為就是被問有沒有 就是 這個衣服 然後我就沒有帶來 帶到台灣 我就叫 誠意十足 因為你看前面這位同學 對 沒有 這個一定要穿這個啊 我現在有一點那個 不好意思自貶第一 所以我蓋起來 所以你們的浴衣都是 本來就放在台灣的嗎 然後Q打的你的是飯店偷的嗎 不是 剛才是一個 是一個 對的就是一倍的 好 好 所以Q打你呢 有沒有什麼是春天必吃的 我今天帶來的 就是 草莓的限定的 好 好 而且我會推出一個 所以這些就是 草莓的巧克力 好 好 我比較關心這個 不可以直接打開來吃 這個就是 草莓乾 可以吃嗎 包巧克力的 耶 當然可以吃喔 耶 春天的時候 草莓是限定的東西 衝繩的櫻花很美 我買了 衝繩的櫻花 在櫻花在櫻花 誰說 反敗為聖 衝繩反敗為聖 衝繩反敗為聖 這都是衝繩帶來的嗎 衝繩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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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其實他是本人 好 真的耶 好 這些巧克力也可以吃 對 這個是在便利商店 好好吃喔 好好吃嗎 好好吃 但是我剛剛說 就是草莓的尾巴 是櫻花的頭 對 所以我還帶來的 櫻花的甜點 櫻花的限定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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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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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不是兩種不一樣 葉子可以吃嗎 不一樣 可以吃嗎 有兩個顏色嗎 對 兩種不一樣 其實通常的飲餅有兩種 這個是關東風 那個比較Q耶 對Q 還有那個表面的那個麻糬 是比較光滑 那黃西風是 表面是比較有那個米的 顆粒的感覺 顆粒的感覺 葉子有點鹹鹹的感覺 鹹鹹鹹的感覺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就是櫻花葉 對 櫻花葉 好香 這是櫻花的葉子耶 櫻花葉子 對 這是用櫻花葉來做 就有那個蝦花的香 可是有香氣耶 對 有豆豆的櫻花香 是... 那其他縣市人 你們也有吃這個葉子嗎 櫻花葉 有... 不一定是差的地方 對 對 還有一些櫻花的甜點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用櫻花 這個是櫻花的派 就是櫻花口 櫻花風味的 風味的派 還有這個是櫻花 是... 所以這個是最新最新最新的 對 最新最新最新的那個 好 大家想吃嗎 好啊 還有... 還有... 櫻花的櫻花的櫻花 好啊 櫻花的櫻花 櫻花的櫻花 密碼搶過來 好帥喔 好帥喔 松山的櫻花棒不棒 棒 好... 好... Cue的帥不帥 帥 帥 OK 我們對誰說 好帥 看你看顏色 有櫻花香嗎 不會 可是小櫻花香 目前還沒有 有櫻花香 櫻花是 會不會錄完這集 然後給我打成為櫻花那個 沖繩大使 對... 有香味嗎 有 有 是嗎 好甜 有... 它有白巧克力的味 而且它有加一點點鹽巴 就很像我們剛才研製的那個 上面櫻花那個葉子 是... 很好吃耶 它咬下去是那個巧克力 然後鹽味 櫻花味的口味 鹹鹹的 對 你們有吃麥芽嗎 不會膩耶 吃吃吃 快 鹹鹹鹹的 它要那個鹽味 好香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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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每次到日本的時候 就會一直噴這種錢 就是他們都會出季節限定 對 然後你不買真的不行 就一定要買 好粉紅...我都買了 好開心 對 那接下來 剛才剛才的話呢 對 露子的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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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什麼 巧克力嗎 巧克力 這個很有名的 不要考哪裡 這個很有名 你們看它的顏色 對...它櫻花口味 超級粉的 對 好可愛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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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就是那種粉粉 會嫩嫩的甜味 好想吃日本喔 櫻花口味的 好香喔 你們有吃過這個口味嗎 沒有 沒有啦 你們有吃過嗎 你們有吃過嗎 我也想吃 想要 有每次在那個巧克力 本來就很貴 好香喔 好香喔 它有吃吧 它的好吃嗎 味道我說不出是什麼味道 但是它有一種 好幸福的感覺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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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可憐耶 好可憐喔 黃燒好不好 好 好 真的會有幸福感耶 對 好不錯 好不錯 很好 很棒很棒 而且 這有點鹹鹹的 其實剛剛講到有很多 櫻花的東西嘛 那其實你也可以買一些 伴手禮回來 那這個其實在日本也是限定 櫻花口味的酒 酒 這根本就是換迷魂湯 沒有 告白既要這樣做 日本男 扣子被掃空 所以你有在那個時候 跟別人告白過嗎 對 你們妹妹跟學長要扣子 對… 為什麼要第二顆啊 心臟小姐 那我們也可以跟學妹要嗎 他這邊就拔開 好可憐耶 櫻花口味的酒 酒耶 它是很清香的酒 你看 好可愛喔 這是櫻花耶 對啊 真的櫻花在裡面 超級可愛 超級漂亮 然後顏色也很漂亮 然後你擺著桌上 你也可以擺這樣子 它就變寫的 突然之後可以當飾品 這個很可以買 就可以 它不錯 它不是單 因為它很濃 主要是它的香味很濃 對… 就可以加在汽水 或是加一點點冰塊 或它上面有寫的 也可以加一點牛奶 這根本就是換迷魂湯啊 對 而且主要它 可以看得到櫻花 就很特別 真的 阿翰 你們越南有櫻花嗎 我覺得 妳說會縱死 要啦 妳就這樣講了 像那樣子一樣 好 好 玉嬌 玉嬌 好 接下來 在每個季節每個時節 都有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在春天你們有什麼 一定要做的事情呢 換錢包 春天耶 對 不是過年嗎 不是過年 不是 換錢包 因為什麼 好 三個的時間來喔 好 日本的 在入文 春天 說 春 春天 春天 對 意思 對 還有另外一個是 日 日 在日文 春 春 春 是飽滿 裡面有很多東西 滿滿的 滿滿的 對 所以兩個都是 反應是同樣 對 所以全天買 新的 錢包 然後換 就是那個 對... 超財的意思 對... 感覺錢包會滿滿的 對... 還有一個法則的我想要 這個 覺得很好笑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有些人做 這樣子用 對... 日幣 然後就說 很多人 100萬 日幣 對 所以這個是 日幣 日幣 就是直接跟他 自己稍微開心一下 這樣子 裡面就是 當錢包的意思 所以你們有玩過這個嗎 沒有 對... 不是他想到的嗎 不是 什麼 什麼 真的 一定要... 四月一定要做是 告白 對 因為日本 那個畢業的時間是 三月底 對... 然後公司那個年度結算 也是三月底 所以四月初是 很多那個部門 新的開始 對... 部門那個調節調來 所以那個移動的時間 是 所以三月底 很多人 是跟同學或者同事分開的 對 所以他們很怕很怕 會那個在野 見不到喜歡的人 所以四月初是 告白 所以你有在那個時候 跟別人告白過嗎 對 什麼東西啊 就是三月畢業的時候啊 就是那個 雪妹啊什麼的 畢業的時候啊 阿子先生 我... 第二個 可以給我 你的... 扣子 第二個 第二個扣子嗎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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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給你 不是給我嗎 所以學妹會跟學長要扣子 對... 你要第二顆啊 心臟比較健 心的位置 你的心給我的心 那我們也可以跟學妹要嗎 他這邊就 他是要用內衣的扣子 所以我是我的男生 這五個扣子嘛 那全部都五個都不見了嗎 那全部都不見了 那全部都不見了 還不然唸我學生的時候耶 應該沒有看扣子 全部都有 好 那Mana妳呢 看我幾天天吃到飽 耶 每個日本人 在春天的時候 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 那個 打翻屁 打粉症... 對 春天是最痛苦的世界 對 所以 這個 你看這個 超好吃 真的 真的 有名的 可以吃嗎 這個有名的飯店 每一年每一年這個 草莓季的時候呢 所以Q彈你知道這個在哪裡 我知道 東京的一個 品川的一個飯店 就每一年每一年他們去辦的 非常非常紅 大概四千塊左右 他們的甜點都是一流的那個 廚師做的 所以就每一個每一個都很精緻 很好吃 真的也要吃到飽啊 Q彈哥我們好想吃喔 可以帶我們去嗎 可以 下輩子嗎 下輩子 下輩子才能帶出去 我們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吃的 一定要吃 因為那花粉症太痛苦了 大概花四千元日幣左右 那其實不貴 對啊 因為吃蛋糕帥 但是要注意的是 這個是一定要定位 而且要很早定位 因為有很多人要 要吃這個 他可以上網定位 還是只能打電話 上網也可以定位 好 因為上網對外國人來說 比較方便 對 是 所以這個一定要吃 OK 春天一定要的是 就是 這些參與也是最好的時期 謝謝 日本春天一定要做這件事 才划算 WTO 上課堂 你好 我是日本的Sumi 今天如果你們去日本 要租車 如果到基層 但是不知道哪裡可以租車 你怎麼問呢 不用擔心我叫你 哪裡 重點是 重點是 哪裡 輪廟 住車 再一次 哪裡 可以 你可以認證看看呢 掰掰 Bye 就是 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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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剛剛告白吃甜點都是很浪漫 你為什麼要跟銀行貸款 日本的大部分的公司 結算期是三月底 然後呢 銀行業就不例外 就是他們因為三月期 那個結算期到之前 他們要把業績要增加 所以呢 那個期間就瘋狂就放 就放 都帶銀行貸款 貸款給大家 就是三月期最好的時期 好的 謝謝 所以我們現在跟Kyoda借錢 然後Kyoda再去日本貸款 可以啊 可以 但是我們是高度大遊 好 我覺得我們是介紹全方位 你想要什麼通通都有 那我覺得日本的櫻花季 真的我覺得可遇不可求 如果你看到的話 你真的是非常幸運 一定要多拍一些照片 整個日本呢 整個像是櫻花雪一樣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美麗的櫻花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快來訂閱我們 很感謝小鈴鐺 阿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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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